糖尿病是造成肾病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血糖如果控制不佳 会不断伤害肾脏血管 长期可能导致肾功能恶化 根据健保统计资料 罹患糖尿病将增加14倍 因慢性肾脏病而住院的发生风险 台湾的糖尿病病人 目前大概我们有250万人的糖尿病病人 根据一些流行病学里面 大概有将近20% 17%到20%的所有的台湾病人 可能和病友糖尿病的肾病病 如果说再更进去一点 从台湾的P4P照护品质 加入共造网的这样一个比例的流行病学来看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糖尿病病人 有所谓的糖尿病肾病病 这当中我们当然也看到 每年的新洗肾的病人当中 台湾的新洗肾病人当中 有将近一半的病人是罹患糖尿病 所以我想糖尿病跟肾脏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 这当中的密切当然牵涉到所谓的血糖的控制量 量表与否 还有血压的控制 还有许多的生活形态 血脂的控制 跟药物的应用都跟糖尿病的病人 是不是将来会变成糖尿病肾脏病病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过去当然我们也看到 有加入共造网跟没有加入共造网 其实在他们很多的临床的愈后 有很大的差距 这包括有加入糖尿病共造网的 那刚刚也看到了 我们加入糖尿病肾病病共造网的 它未来的肾脏病病的恶化 会减少百分之六十一 那我们从其他加入糖尿病共造网的人 它未来的死亡率 中风心血管的发生率 也会减少差不多四分之一以上 所以接受这样一个结构式的一个照顾呢 我想有它的临床上的必要跟重要性 那这个当中 当然我们也让透过结构式的照顾 让提醒医疗端 他应该要定期的对某一些检查 要去看 然后要去了解 然后对于某一些的治疗的目标 要去了解 从病人端来讲 他也可以透过这种结构式的照顾 了解到他自身 目前所处于的疾病的风险 到底是在哪一个阶段 他应该接受什么的治疗 在日常生活上面呢 应该要避免哪些伤害 肾脏的这些药物行为等等 我想只有他的结构的 这个照顾的一个必要性 在90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了所谓的糖尿病的 所谓论子记策方案 那100年我们又推动了所谓的 初期慢性肾脏病的论子记策方案 那这两个方案呢 都是各自独立的 那所以如果一个病人 他有糖尿病又有肾脏病的话 他就必须要个别加入这个计划 那个别加入计划的话 一方面对病人 他的时间上面就是他必须要多次的来就诊 那对医师来讲 他也是各自独立的照顾 那对病人的整合照顾来讲 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方便跟好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就跟各个学会来共同讨论 那学会里面他们自己也觉得 应该是要所谓的全人照顾 那如果能够给予病人完整的照顾的话 其实对这个病人的照顾能够 一方面效率能够提高 另外一方面品质也能够提高 这样子的话对病人来讲是最好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今年的三月 推动了这个整合照顾的计划 那也的确在协会的协助之下 大家都觉得彼此之间应该互相沟通 那我们也很乐见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政府为了要支持 跟鼓励这样的一个计划 所以健保署每年就额外除了原有的照顾 并且每次去看诊的照顾以外 我们额外编列了将近大概14亿左右的费用 然后让这些真的真心付出的医疗院所 跟医护人员能够拿到应有的给付 而且也鼓励他们尽量来参加这样一个照顾计划 因此推动糖胜公罩是未来趋势 糖尿病患者也需自觉肾脏功能数据 了解肾脏风险分级 糖尿病病有了 平常是不是有所谓的泡泡尿 是不是脚会水肿 是不是有高血压 那是不是会觉得有贫血 会不会觉得疲倦等等 我想这个是平常对于肾脏病 自身的一些症状的一些警觉 当然很多的事情 糖尿病生病病在早期 它其实是没有症状的 那这个没有症状的时候 我们必须透过筛检 那定期的筛检 才能够来知道我们目前生理的状况 那哪些筛检可以让我们知道 自己是不是处在 所谓的糖尿病肾脏病的早期 我们透过妙医的一个简单的白蛋白的一个检测 还有我们这个鸡酸肝 也就是生气球过滤率 EGFR的这样一个检查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目前糖尿病的肾病病 是不是有处在早期的一个阶段 当然我们也看到 对于糖尿病肾病病 对于有蛋白尿 或者是它生气球过滤率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的风险 到底是处在一个绿灯 黄灯 橘灯 还是红灯的状态 那这个部分都可以提供 在每一次的反诊的过程当中 透过检查 我们病患糖尤 也可以跟医师做很好的商量 那接下来的去讨论 应该提供怎么样最适切的照顾 那最适切的照顾 其实在新的 我们糖尿病的治疗的指引里面 特别是针对肾病病的治疗指引 我们糖尿病学会 每一年都会针对这部分 做定期的更新 跟国际接轨 提供给糖尿病最适切 最好的药物治疗的照顾 糖尿病发病率中 年轻族群逐年上升 三个学会也立下 提升病患健康势能的合作目标 从小学开始 及早建立预防认知 防止糖尿病及肾病变发生 记者问郡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